Darric, 行政长官梁振英, 久不久都会写下Blog 软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过去很少有人对他的Blog有兴趣 星期三晚, 梁振英又写了一篇Blog 题目是《与狼共戳》 这个网子引起了网民的热话 梁振英一本正经地在看文件 将桌上放了一只狼公仔 这只布公仔正是上星期六 他出席地区咨询会的时候 社民连用来扔他的狼公仔 事件发生后, 这只公仔成为全城的热话 两天之间就卖光了 连外国的传媒都争相报道 形容香港人这只公仔是香港人反政府的象征 梁振英在网子中赞扬香港人创意无限 还买了一只公仔给女儿做圣诞礼物 似乎在自招 赢了不少同情分 政界工人都觉得 梁振英这一着 与当日他很愤怒的斥责示威者 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 这条桥到底是谁想的呢? 会不会是即将上任的 新闻统筹专员冯伟光想出来的 我们四处打听过了 冯伟光早前钉扶休 已经是离港充电 准备下个星期一上班 相信跟他没关系的 而这篇网子的概念和手笔 也不是特首办的职员 相信是另有高人提点梁振英 我们亦打听过另一个网民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只已经断货的狼公仔 梁振英到底是怎样买到的呢? 知情人士就说 梁振英是托同事买回来的 至于是有人割外 将自己的私人珍藏拿出来 还是用真金白银上网去抢救呢? 知情人士就说他都不是很清楚 网字的这张照片 更加令到网民有机会 规探梁振英办公室的摆设 其中一个疑问 亦是我们关心的 就是为何他的办公室 没有NOW的遥控器 知情人士就说 特首的办公室 应该里面有齐各个收费电视 只是没有把遥控器放在桌面 相信是因为NOW的节目太精彩了 24小时都这么好看 所以就不需要转台 我们过往都去过梁振英的山顶大宅 印象中他都有装NOW 梁振英的这篇网字 令到不少人眼前一亮 民望可不可以同样受惠 很快就会揭衷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他的女儿一定是得益者 有断货的布公仔做成诞礼物 相信他就不会用来订梁振英 见al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指su golf